这个你看看这两个 这里呢你看一下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反正轮廓还是一定都要先画 还是一定要都要先画 那利用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圆 利用建成的方式去让它产生什么 产生立体的效果 那我们在这边呢 就像这样把它填进去 把它填进去 第一个动作我们来看看 我们先找外面这个 找外面这个 外面这个我只要填实色的就好了 没有关系 这个有个粉红色的 或者你找到比较接近的 像这样来讲的话 不要那么那么饱和 这个地方你们现在应该都是CMYK 你可以把它改成HSB 我只要把它颜色把它调淡一点 是就变比较粉红了 比较粉红 那这是一个 那么里面呢 里面是不是要有立体的效果 所以我们用建成的 那建成在哪边 是不是在这里 你点了之后我们来看 建成你找到这边 换到建成这个标签 一样你稍微把它打开一下 点一下 这里就有它的类型 有它的类型 你可以先选像这个 以这个来讲 用放射状的应该比较OK吧 比较放射状 有里面是往外 有里面往外 那颜色的话 你就可以从这边来选 点到它 你看你要的是什么颜色 那我跟这个比较接近的 等一下 点到它 你从上面这边来选一下 我现在用HSB 有没有 我来选 像现在bright是不是 已经到最下面了 你从上面这边 你像我刚刚这样 直接点色票的话 它会变成单色的 单色 那如果说你 建成调好了 我现在调整那个什么 你看预设是不是有中间往外 往外 那你可以用这个建成 你从这边 一拉 建成 就会不一样 有没有 那以我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应该是这样过来 因为如果灯光在前面的话 照过来 是不是这边比较照得到 这边比较照不到 这边比较照不到 那这个颜色我就不要那么 那么白的 我就换成 这个 来 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好 下来一点 我从这边画过去 等一下 那我先把画面还给你 你先找到这两个档案 原则上 其实 因为阴影是在这边 对不对 所以你的光线会从这边过来 光线会从这边过来 所以待会像这个面的部分 有没有 这个面的部分就会比较 你看这边是会比较亮 这边会比较暗 那以这个来讲 它就比较适合用什么 线性的 比较线性的就可以了 这个就不见得用像我们上面这种放射状的 好 放射状的 那后面这个 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有两个 有两个 你看到这边的话 这个东西 其实它就是两个这样组合起来而已 让你看起来 是不是就觉得有点像立体的感觉 因为有交错 有交错 所以 其实我们在做这种填色的时候 就是 你可能要去 多观察 因为你放的位置不一样 真的看起来立体感就是不同 有没有 像这样子 跟你放这样子 这样就好像翻上来了 对不对 因为你视角的关系 然后你自己 事实上 跟你的经验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放下来一点 上面有看到一点点 这样就觉得好像比较正面一点 好像比较转过来 这个是 我们除了说 就是 练习这种建成填色之外 你要去参考 人家怎么画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以拉粹常常在做什么 在做这种 画那种立体 立体的感觉 立体的感觉 那我把画面就先还给你 如果你要做 这个 点到它 假设你要做它的 来这边 就用什么 线性的 这样是不是画上去了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地方一样 如果你觉得 这边太多 你一拉 这个就是决定 线性的 那个什么 长度 建成的长度 拉的越短 右边阴影越多 表示什么 这边光线越强 好 那画面还给你 这个地方我刚刚讲 就是说 因为原本有保留这个 边线 笔画的颜色是让你方便画 那如果你画完 其实你把这个边把它怎么样 去掉 把它去掉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OK 因为你原本有看到那个线 会觉得好像 诶 怎么怪怪的 那是要方便你去看 这样比较好填色 好 OK 所以说像这种建成的 大概就这样填进去 你比较不习惯的就是说 因为刚开始 比如说像刚刚各位 刚开始点到 比如说点到它 你要填建成可以 但是前提是 你是不是先决定好 你要哪一种 哪一种类型 以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用线性的 它就可以把我们填进去了 好 就可以把我们填进去 那 点这一个 一样 先决定好线性的 那如果你要调整 建成的那个什么 方向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来做就好了 因为从这边做跟你从这边打角度 意思是一样的 只是这样子 我们在做会比较容易一些 会比较容易一些 好 这样就会比较有立体的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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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